马里亚纳海沟位于西北太平洋 深11034米 是地球上水最深的地方 2021年的2月16日 网上传出了一篇来自于OPPO内部的文章 第一次让OPPO造新的计划浮出了水面 代号就是马里亚纳计划 10个月后 OPPO正式发布了马里亚纳计划的第一款芯片 名为马里亚纳Mari Silicon X 这个也是OPPO自研的第一颗影像专用的NPU芯片 那么看到这一系列的新闻 我不仅对于OPPO的这颗芯片感兴趣 我更觉得它的命名方式很妙 你明知道是这世界上最深的水 你不仅要去汤 而且还真汤出了点东西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不仅要来看一看OPPO这次发布的NPU芯片 更要一起来看一下OPPO造新背后的本质逻辑和动机 也就是OPPO为什么要去造芯片 它造了什么芯片 究竟是什么水平 另外还有特别重要的 就是这颗芯片以及OPPO造新这件事情 对于OPPO自己以及整个行业 还有对于我们这些对芯片 还有科技行业感兴趣的普通人来说 究竟有哪些意义和影响 事实上从今年年初开始 就陆续传出了OPPO造新的消息 除了前面说的内部信之外 OPPO在之前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招聘芯片人才了 甚至还传出给应届生开出了超过40万的总包待遇 这也一度冲上了热搜 所以OPPO造新其实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说明的一点 就是自研芯片这件事情可能听起来非常的高精尖 难度极大 但其实并不一定 也要分情况去讨论 比如对于一个手机厂商 它获取芯片的途径主要有这么几个形式 最直接的就是买买买 也就是买高通 联发客 这些厂商设计好的芯片 参考设计 或者是系统方案等等 一步到位 这个也是其实绝大部分的整机厂商采用的方法 如果用前面说的汤水的例子 这个就好像你站在沙滩上根本就不用下水 也更不用说花钱去学游泳或者是买九龙圈 所以如果一切风平浪静 波澜不惊 那么这样做其实也无可非议 但是如果事情起了变化 比如水位上涨了 或者是一个大浪打过来 想要不吃鞋是很难的 造芯片也是这样 很多公司都发现买芯片 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限制 那么最典型的这个例子 就是每个厂商都有自己独特的需求 比如有的人希望摄影效果更好 有的人希望联网更快 有的人希望游戏性能更好等等 那么这样去买统一的参考设计 或者是相同的芯片 就很难有效的去满足 不同厂商的不同需求了 这个就是OPPO这样的公司 开始自研芯片的本质逻辑之一 当然了造芯其实也有很多的方式 特别是现在芯片行业的分工非常的细 不仅有卖完整芯片的 还有卖芯片IP的 也就是芯片里的一个个的组成的模块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公司去买合适的IP 比如专门负责通信的 专门负责做图像处理的 然后把它们攒在一起 组成一个完整的芯片 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吃西红柿炒鸡蛋 但是我们不需要 非得在一个超市里头 把西红柿鸡蛋油盐糖都买齐了 我们可以去不同的超市去买 或者直接用家里剩下的也可以 只买家里没有的东西 然后炒一下就行了 不过每个人炒的方法 火候食材的配比都不一样 所以一样的料 然后最后能做出来很不一样的菜 这个和造芯片也是一样的 这种传芯片的方法其实是很多公司在开始自研芯片的时候都会走的路 而且这是一条相对比较平衡的路 我们既不需要从头开始去研发所有的事情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控制投入和风险 另外也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做出适合自己的芯片 然后再用前面汤水的例子 这种方式其实就已经从岸上走到水里了 只不过在潜水区里先练习一下游泳还是相对安全的 渐渐人们又发信 和买芯片一样 买IP也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了 毕竟很少有IP公司是专门针对某个厂商的某个具体的应用或者算法来开发一个IP的 所以就有一些公司决定再往前走一步 也就是自研IP和系统 这个就像一个人的游泳技术再强 也不可能下潜到玛利亚纳海沟底部一样 这件事情需要专门的技术专门的团队 然后专门围绕这件事情本身去制定方案 并且不断的去迭代和优化 所以为了研究到深水区并且掌握这些深水区的技术 就势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及大量的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不过对于那些对产品和技术有着极致追求的公司来说 这最后的一种造新方式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前面说过OPPO造新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 不过OPPO究竟造的是什么新 一直以来却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有很多的报道说OPPO造的是ISP 也就是专门用来做图像信号处理的芯片 从芯片的本质上来看ISP是一种专用芯片 这和我们之前在频道里介绍过很多次的CPU不一样 CPU是通用芯片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 不过它不一定擅长做所有的事情 而ISP就是专门针对图形图像应用进行优化的芯片 这样不管是支持的功能还是性能功耗 都要远远的去超过通用芯片 不过从这次的发布来看 OPPO的这款马里亚纳Mari Silicon X芯片 并不是单纯的ISP 而是一个ISP加AI加速器的NPU 那么在说NPU的具体技术细节之前 我觉得有必要先从架构的层面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 这次发布一直在强调的DSA DSA的全名是领域专用架构 说人话就是针对某个特定应用领域进行设计优化的专用芯片架构 DSA特别值得大家留意 我之前在很多期的视频里都介绍过它 因为它是现代芯片设计的一个非常主流的趋势 那么为什么需要这种领域专用的架构呢 从本质上来看 DSA是芯片架构师和芯片工程师思维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传统的芯片设计和使用 遵循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 这个有点类似于软件开发里的瀑布模型 也就是芯片公司提供现成的芯片 然后芯片的使用者在开发各种的软件去进行适配 那么这样的模式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芯片的设计和使用 这两个环节是脱钩的 芯片的设计者不知道使用者具体要用在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使用者的具体需求 那么只能尽量的设计通用性强的架构 而这样势必会牺牲芯片在具体用场景里的性能功耗和面积 那么从另一个方面看 芯片的使用者也不知道芯片具体的设计细节 那么只能根据有限的文档和资料去使用芯片 这样也势必很难充分的去发挥芯片的最大能力 使用的体验非常的糟糕 所以现在的芯片设计就开始慢慢流行起来 这个DSA了 它的本质思路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根据实际的具体的需求 去指定芯片的设计方案 然后再去确定架构 微架构 编程方法 软硬件系统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拿OHO这次发布的 马里亚纳Mari Silicon X芯片举例 它的专用性其实主要体现在它的AI和影像领域 也就是通过分析各种影像专用的AI算法 找到它们中间共同或者类似的算子和模块 然后把这些模块通过硬件去实现在芯片上 这样当AI算法用到这些算子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去调用硬件的单元 从而大幅的提升芯片执行的算力和性能 并且大幅的去降低它的功耗 两者结合就能取得极致的能效比 这个对于手机这样电池供电的移动设备来说至关重要 那么在芯片迭代的过程中 使用领域专用架构的芯片可以让硬件架构和软件算法同步的去进行更新 这个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前面说的瀑布模型里设计和使用相互脱节的问题 那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Mari A.Mari Silicon X芯片并不是单纯的图像处理的ISP 也不是单纯的AI加速器 而是二者的结合 这样的好处就是能结合二者的优点 并且实现从需求到算法再到芯片传感器 以及软硬件功能的完整的定制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Mari A.Mari Silicon X芯片 以其他的主要的技术特点 它采用了台积电的6纳米工艺进行制造 那么在研究任何芯片的时候 我都会去关注它的制造工艺 但其实我们不应该过度的去进行解读 就好像你做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 并不会先去养鸡等它下蛋 更不可能往地里去播种西红柿 当然有条件的话 我可以自己去养鸡种菜 但是没条件的话专注于制作这道菜本身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再回到芯片的具体性能 在AI性能方面 与采用了领域专用架构 芯片里的AI的Int8的峰值算力 能达到每秒18万一次 特别是在影像领域 这样的AI算力就可以支持 4K30帧的HDR智慧夜景视频 并且可以达到20位的Ultra HDR的超高动态范围 也就是说图形最亮的部分 比最暗的部分要高100万倍 但是仍然能够保持影像的细节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 但是这很好的就说明了 像这样的需求和提升 也只有自研芯片 并且真正的掌握了深水区的技术才能应对 说到了影像 这个其实也是OPPO造型的大背景和大原则 除了前面说的4K AI智慧夜景视频之外 Miric Silicon X芯片还支持无损的RAW计算 传统的图形图像的处理链路 大致可以分为RAW、RGB和YUV三个领域 原先的大部分的SP处理都在YUV语 但是这个时候的图像已经是经过压缩和处理的内容 可能就损失了很多的信息 但是通过这颗芯片的算力的加持 就可以直接在RAW计对原生无损的内容进行处理 从而提供更高的AI计算的灵活性 那么根据OPPO的数据 马里亚纳Miric Silicon X芯片可以对最高93.7%的信息折损进行补偿和还原 从而实现等效的大底的感光能力 OPPO还官宣在明年第一季度的下一代OPPO Find旗舰系列手机里 将会首发搭载这款马里亚纳Miric Silicon X芯片 说了这么多造型的意义和性能指标 我其实最后还想和大家聊聊那些造型背后的事情 特别是那些我们普通人可能看不到的意义和成就 那么对于造型片可能大家听到的都是成功的案例 比如说通过某款芯片一举实现弯道超车这样的励志的故事 但事实或许比这些故事来的更加残酷 我们都学过两个物理原理 第一个就是水越深 水里的压力就越大 而且由于阳光照不到这么深的水里 周围就会越来越黑 想要继续下潜就只能靠自己不断的摸索 这两件事情在造型的过程中 特别是研发深水区技术的过程中 其实是经常会遇到的 事实上很多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但是最终也没能做出一个好的芯片 越是高端的制程工艺投入就越大 那么对于6纳米工艺来说 芯片单次的流片费用就高达1亿人民币 也就是说如果流片回来的芯片 没有达到预期的功能或者是性能指标 这一个小目标就打水漂了 所以这其中的压力和风险都可想而止 不过对于公司自身的发展来说 造型的意义远远不止在于芯片本身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会给公司带来大量的技术储备 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的从业者和人才 他们在做项目过程中踩的坑 解决的问题建立的流程总结的方法等等 其实都是支持一个公司长久发展的最宝贵的财富 那么从发现马里亚纳海沟到第一次下潜到海沟底部 人们花了85年 虽然现在造型不需要这么久 但是肯定不是一错而就的 肯定需要常年累月的积累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对那些真正追求技术进步和提升的公司 还有人给予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有用请点赞 喜欢请关注 我是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